猫爸一回到家里蒙圈了 发现自己喜当爹了 不过从孩子的毛发来看 估计是轻生的没错 不过昨晚母猫在分娩的时候 猫爸却不在身边陪伴 猫爸也知道自己犯错了 直接跪在一旁不敢出声 母猫直接过来质问猫爸去哪里鬼混了 猫爸选择沉默不语 甚至连对视的勇气也没有 低头默默给老婆梳理毛发 因为她知道此刻自己如果说错话 估计自己连命都不保 母猫听到孩子的叫声 也暂时回到窝里照顾孩子 此时猫爸一脸生无可恋 因为他知道以后要做奶爸 没有时间再出去乱了 主人为了让猫爸回过神来 把小猫抱出来跟他亲热一下 此时猫爸内心也正在接受自己当爹的事实 半个月过后 小猫们的眼睛也睁开了 猫爸跟母猫的关系也缓和了很多 现在猫爸每天都心不在焉 因为药手在这四个小家伙的身边 而且已经有半个月没出门了 身体在家里但心早已飞走了 就在这时小猫来到他的身边 猫爸这时才把心收了回来 认真地给孩子梳理毛发 但没过一会又心不在焉 眼睛不断地盯着门口 想趁老婆不注意的时候偷溜出去 猫爸在等待时机 趁老婆在给孩子梳理毛发的时候 突然加快速度向前跑 但母猫早就知道他的小心思了 直接就把他按在地上 并且警告他哪都不能去 今晚给我睡厕所 现在给我乖乖带孩子